大家好,我刚才发现了我没有好多说成文的视频 所以因为我已经拍一个法语提高的视频 还有我的葡萄牙语的视频 我也拍一些西班牙语的视频 但是我真的没学习很多的西班牙语 所以对啊,我也必须一个成文的视频 因为我很后悔我没有拍我第一开始学习成文的视频 所以我最近没有学习中文 因为我在学习葡萄牙语 所以我学习中文一年半 我学习之一点点 但是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她是法国文 我认识她在北京 我们在北京的时候 她的中文水平一定低 所以我只有一小时时间以前再认识她 还发现她的中文 现在跟我一样 可能不一样,但是差不多一样 所以我想说我不会让她超过我 所以现在我在想努力学习 所以我不会让她超过我 因为我们出去玩的时候 她可以跟我说 她会跟我聊天 跟我聊天 关于差不多所有的事 OK,可能不是所有的事 但是我们说了很多中文 但是我很想跟她一起聊天 但是我很想跟她一起聊 用法语 因为她是法国人 所以我相信她给我一笑 清晰 给我说那么多中文 所以现在我变了我的学习中文的办法 因为一天我学习好多的汗词 因为我相信是很重要 学习汗词 我跟你想学习中文 你必须学习一点汗词 必须可以学一点 还发送一些消息 但是在我的水平 因为我相信最重要是提高我的口语 所以我可以要更特色的话题 因为我相信我知道更常用的词汇 所以现在我跟我的italki老师有口语的课 还我开始学习中文吃用品语 因为一切我相信 因为一切我相信 不是不好 如果我吃实习品语的话 我的成文不好 但是我相信好多很流利说成文的外国人 他们有很多声调的问题 还有很多发音的问题 所以如果学习更多智慧症 用品语我可以复习 所以我已经学习的智慧 还复习我的声调 所以这样我希望我的发音可以提高很快 所以我可以说中文一定更自然 跟中国人相多一点 因为我相信我跟你说外国人 是不可思议的一些说 跟一个中国人一样 但是对我来说 这是无所谓 但是提高你的发音也是重要 因为我跟你说好 如果你真的做好多声调的作物 别人不可以听得懂你 所以声调也是重要 好吧 所以就是左右 关于我的想在成文视频 还可能两三月以后 我再想拍一个视频 还发现我提不提高吗 好 拜拜